然后把花蕾装上去 再把下面的桶丝部分用线传紧 大概缠绕两厘米左右 可以把线头先固定住 然后把上面的花瓣调整一下 捞一下造型 这个造型呢 这个花瓣的下面 是往里面这样子 捞进来 然后上面的部分往外面 每一片都是这样子 另外一朵呢 是三个花瓣也是这样子的做法 就现在呢 把两个花装在一起 上面的是小的花 下面是大花 用刚刚这个没有剪断的线头 缠绕就可以 你不要传统一点 我们下期再见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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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结尾的这一点绕好之后呢 再把铜丝弯过来 弯过来之后把生鱼的部分都绑紧 然后绑完之后打切 打切的时候打切三次 我们下期再见 结尾转您能用它们介绍一下 最后呢把这个花等方向换过来 把下面的这个花枝挡住 好了今天的教程就到这里呢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